中复女星王乐军 于2015年出演录剧《伪装者》 仍然拍戏时发生了意外 导致她锁骨骨折 被迫带着伤势勉强完成拍摄 因为她透过社群发文表示 有不少网友很关心她的伤势 因此公开了受伤时的X光片 并透露当时是被对手演员用身体砸断的 所以伤势比较严重 所有医生为她动了手术 真正打了7颗钢钉 仍然本来应该敬仰她 却因为狱卒无法停工换人 因此她休养不到三个星期 就被迫出院工作 她每天都必须吃止痛药才能上工 结果因为没有好好休息 导致植入的钢板翘起来 不得不提前拆除 因此骨头愈合情况很不理想 至今她的行动仍受影响 不料王乐军在文中直指 索谷是被当时的搭档胡哥弄伤 引起了对方粉丝不满 因为她在过去受访时曾强调 意外发生当下胡哥也摔倒了 因此自己并不会怪对方 如今又改口称对方砸断自己的锁骨 矛盾的前后说法引起争议